我一直在想 怎么样做一个好妈妈 很多关心养育的父母 大概都知道这么一个公式 中国的家庭 等于缺席的爸爸 加焦虑的妈妈 加失控的孩子 在我内心挥之不去的就是 我一直在想 真的是这样吗 为什么会这样 可不可以不这样 做你好爸爸 我是将目光聚焦在 父亲这个群体上 但更多的是 妈妈在承担着养育的责任 在你好妈妈这个节目里面 我想去探讨的是 如何能够找到 最恰如其分的母爱 你不是看着教练好 难长大的吗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您收看焦点访谈 这几天香港回归 十周年的各种纪念活动 在香港和内地举行 感动你我 感动中国 他就像一个标杆一样立在那儿 他永远对人是鲜河的 有温度的 得到本子 是吗 是吗 得到一本子 他还过去为了一个 他感兴趣的选题 跋山涉水地去做新闻调查 我说等我到了接近退休 我有没有这样的热情 为了我的工作 还依然在一线那么冲刺 金大姐把她最近新出的这本书 快递给我 我翻看了之后 一个感受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自己的历史 我们家里的历史 要非常重视地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我妈妈和我爸爸 都特别喜欢留 各种各样的文字 我们家留存的家信 有一千七百多封 时间跨度是六十八年 我们家现在是四十通堂 而这本书涉及的是五代人 包括我已经去世的老爷 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爷爷 一辈一辈从哪走过来 经历了什么 我当时收到您这本书的时候 我特别吃惊 我觉得家里边一千七百封信 怎么能都留下来呢 这工程好大啊 就是我妈妈就是特别喜欢留一切有字的纸 所以从她最初和我爸爸的那个情书开始 她不光是留信 我们四个孩子出生那天的日历 就那张纸质的日历 她都留着 所以她就越留越多 越留越多 后来等到她年岁大了 开始怀旧的时候 一整理才知道 我们家有这么多的信 其实小的时候我都看惯了 我觉得好像那信就本来 就在我们家床底下一个木箱里放着 我以为谁家都这样了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我妈做了一件多伟大的事 它不仅是小家的记录 它也是那个年代的记录 所以说这个信是我家的 但是那年是我们一起走过的 正是因为我妈妈一直以来就这样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她的人生经验 她就把她自己体会到的 看到的 感受到的一切都想告诉孩子 还不是告诉一个孩子 要告诉四个孩子 什么样的话语是真的给了您 可能一生都带着这种提示 这种景形 大约是在1968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觉得是 我就一下子长大 那时候我妈妈跟我说一句话 对我是产生了一生的影响的 她就说 人啊 享福不用学 吃苦是要学的 我那时候 我爸爸去了一个学习班 妈妈去了一个干校 姐姐成了知青 然后我就变成了我们家的老大 我经常要干一件事 就是给我弟弟补衣服 我弟弟一个七岁 一个十岁 五十三岁 七八岁的孩子讨狗钱 天天都是脏脏沫脏的 所以我就经常给他补衣服 就有一次我在那缝纫机补衣服的时候 那补丁太厚了 然后就要使劲推 使劲一推的时候 就咔哒一声 那个缝纫机针 就把我这个手指的鸡穿了 就这样钉下去 然后我这个手就不能动了 那次恰好我妈从干校回来了 进屋一看 女儿的手在缝纫机穿透了 我妈这时候也没有安抚我 然后就声色俱力 把我两个弟弟叫来 你们俩过来 然后我俩弟弟都傻乎乎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然后我妈就指着他们俩说 告诉你们 你姐姐给你们缝衣服 她还是个孩子呢 她是替爸爸妈妈照顾你 你们长大了 要是对你二姐不好 就丧良心了 我这时候就想 这些都是我该做的 我还能做得更好 人到中年以后 我回想这件事 我妈妈真的是叫自由 太会做妈妈了 假如说当时我妈就一把抱着我 太可怜了 看我女儿的手 那我立刻就会委屈 我就会哭 她给了我一种 那样一种莫名的一种肯定 对 她借这个机会告诉我弟弟 你姐姐是这样一个姐姐 然后她让我们姐弟之间呢 有了这样一种特殊的 特殊的这样一种情感连接 所以直到今天 我们的姐弟关系还特别好 我现在就回想 我为什么在那个 有些灰色的那些日子里 我没有灰下去呢 这就是和我妈妈 给我的影响相关 当意外或者是困难或者苦难 真的来的时候 用什么心态去看她 我们传递给孩子是积极的信号 还是消极的信号 影响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视角 你比如小的时候 我妈妈就不停地在我面前 树了一个榜样 就是我姐 我姐是我们学校的大队长 然后就是那种 就别人家的孩子那种 然后树两条长辫子 她在上小学的时候 我曾经八个学期得第一名 我妈妈带着我去商店 给我姐姐买 她又一次得到第一的一个奖品 这太刺激了吧 然后给她买了一支钢笔 您看 然后我就眼巴巴地看着 出来的时候 接着好像是快过年了吧 然后我妈妈好像是为了安慰我 就给我买了一朵 就过年的时候 小女孩带那种小绒花 然后我心里想 我还是想要一支钢笔 那您当时到底是被激励了 还是被打击了 被激励了 其实就是我们互相是很欣赏的 被激励了 还万幸 真的是被激励了 该收拾我妈妈了 我们家四十龙堂 我妈的孙女 有一天看着奶奶在那边写字 她说奶奶你还会写字啊 她的母亲跟她说 享受不用学 但吃苦需要学 这听上去也很简单的话 可能当我们的妈妈 跟我们说这些 就耳旁风过去了 可是当一个人有悟性的时候 困难来了 正是我学习的机会来了 在压力之下 我可能因此获得了成长 上微博搜索你好妈妈 参与节目话题互动 围观更多精彩短视频 一连三天呢 静大姐都会在这儿录制一档栏目 我跑这儿来探个班 看看她现在的工作状态怎么样 哈喽 静大姐 我来了 我刚进了之前还有点 怎么 兴奋还是紧张 挺恍惚的 好像咱们俩在二楼遇到 这也是二楼 就好像在台里二楼遇到 上午走台了是吧 没有 上午他们那个嘉宾走台 那这工作量不小 一连三天吧 挺多的 但您状态看着还是挺好 您就没变化 一点都没有 其实还是有点变化 我现在露景王比 那时候放松了 对 退休以后 我首先主持咱们台里四号的那个 谢谢了我的家 那个节目就让我体验一点那种新鲜 你看这个题目 也挺有意思的 我还采访过陆寒呢 真的 还有那个三个小男孩中间的 那个叫王 王源 不是 还有小孩 王俊凯 那你对他们有好奇心吗 有好奇心 对有 你知道当时那个 我是在中国新闻周刊的 影响中国这个栏目里 采访大堂 然后我说 王俊凯 有人管你叫少年 有人管你叫青年 你自己觉得呢 然后王俊凯说 青少年 真是这么大 然后那时候 挺可爱的 对 我甚至觉得 我要是不退休 我都真的没机会 接触到这样 接触到那个 完全不一样的 就和过去才有 这场完全不一样的 太有意思了 嗯 就是 然后我一说 我采访王俊凯 采访陆寒 我觉得那些少男少女们 那目光都这样出来 这样的机会 怎么能给他 这样一个大妈呢 这退休以后 我就觉得我接触的人的类型 比原来多多了 而且超级年轻化 比原来多多了 要吃点饭吗 您吃得好素啊 这是您要的吗 对啊 这么素啊 这是保持身材的秘诀吗 还给你订了一份呢 这里还有我的呢 对啊 就两份 那我要不来的话 就一份啊 咱们吃盒饭都吃惯了 对 电视台的人 你说盒饭多亲切 对 能不能讲究也没讲究 对 来 咱们全场准备 我们准备正式开始录制 各公众准备 五 四 三 二 一 欢迎观众朋友来收看光荣的追寻 我是金一丹 十年前国庆阅兵 我在观点台上 靳大姐她是从开始进入成为一个媒体人 职业人 她从来没有一天离开过 即便是退休了 我都感觉是她好像没有退休 而且她从退休的状态当中 找到了更有利于她这个时段 这个心态的很多的事情来做 继续做主持人 继续做感动中国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能够在每一个时段 找到自己的这种内心的热情所在 又用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过往的积累 来把它做得更好 影响更多的人 您今天坐在我面前 我就看 跟平常以前咱们在原来的单位的时候不一样 就是真的是特别的优雅 然后柔软 柔和 感性的东西特别多 然后我想您跟我说 您妈妈跟你说的 说不要忘记什么 八十岁了也是女人 对 这个是我姥爷跟我妈妈说的话 然后我妈妈好像深受她父亲的影响 其实我姥爷他是一个穷人 然后有一帮孩子 他和我姥姥他们生了十一个孩子 活了七个 然后在东北他打草回来 蚊子叮咬满身汗水 然后拉着马车回来 他进屋以后他跟我妈说 大丫头 那草里有花 然后我妈妈就赶紧从屋子里 打开那草 都是一捆一捆的 打开一看 里面就有东北的那个 各种各样的颜色的那个野花 然后就特别欣喜 然后那姑娘们就把这些那个花都拿回家去 然后找来什么破瓶子 挖罐 然后就屋里头 一下子就亮了 是啊 那么艰辛的生活 还有这样的情趣 对 然后一直到前不久 我妈妈在病床上的时候的时候 她一直在找一种花 就是当时那个草里的花 叫蓝桥花 然后我们就到处找 好长时间都没找到 最后我一个表妹 终于找到了蓝桥花 就给她拿到她的病房 是一种野花 她看到的时候一下认出来 特别好 她就是这种花 所以我姥爷那句话 就是说你八十岁也是一个女人 你再穷你也是一个女孩 就是任何时候你要爱自己 有自尊 然后能够享受美 就是她穷人的孩子 她也在一个蓝桥花 那里头获得一种这个欢心 八岁也是女人 那女人应该什么样子呢 比如说我跟她去一个人家 到人家串门 她就这样 她的目光特别锐利 看了一圈 这日子过的 连个日历都没有 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姑娘 我就知道我妈是这样看的 过日子是应该有日历的 你得知道今天是哪天 然后过节的时候 要像过节的样 过年要像过年的样 孩子的生日一个都不能忘 要把日子过得有意思 对 后来我自己成家以后 我家凡是能放日历的地方 都有日历 那您对您女儿 有您妈妈对您这种 金句式的感召吗 我还真不太记得 我那样告诉她 但是我常跟她说的话呢 就是你自己决定 从多小啊 就是小姑娘知道爱美的时候 她会经常那个 我穿哪件衣服 这时候我真的想起了我妈 我妈小的时候 这些事都要自己管理的 所以她从上小学开始 我就在衣柜里 专门给她一格 这格都是你的啊 你自己决定啊 穿什么 然后她就经常会 拿不定主意 妈妈穿什么呀 我说你今天都干什么 假如说你是 跟你小朋友去游乐场 那我可能去 那你就穿短裤吧 是吧 其实那时候 我是有点有意识的 我希望她什么事 都能自己决定 咱俩跟正相反 我们家是 任何建议都不会听的 我就这么决定了 没得商量 我们家女人是这样的 去年冬天 一冬天只穿裙子 脸裤啊 今年一冬天 就两身衣服 T恤衫和裤子 来回换 这都磨秃了 这都是你要求的 都她自己啊 就是你跟任何建议 不会听的 全是自己拿主意 我为什么想让她 能有自己决定的能力呢 其实我骨子里 还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 就因为我少年时候 那段经历 父母不在家 那段经历 使得我就会想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爸妈妈是有可能 长时间不在家的 我女儿也有这种可能 所以我就想 她自己决定了 让她自己有这种能力 就是越独立越安全 所以我就从小 事开始 你自己决定 你自己决定 但是我也有那个 不按照自己决定的时候 我现在还特别后悔 我记得挺清楚 就那个时候 大概我女儿是五岁左右 她特别想要那个 那种裙子 就一层一层的 然后沙的什么的 你觉得不好看 我说得啰嗦呀那裙子 然后我就一直没给她买 后来当我女儿成人了以后 我后悔了 因为她再也不能 穿那种裙子 所以现在我跟我女儿 一走路的时候 一看到一个小女孩 穿这种裙子 我俩都对一下眼神 当时我没给她买 但是我觉得您在 那个二十多年前 妈妈们还是以命令式的 或者是控制式的方式 现在很多年轻妈妈 都会说 我怎么能让她决定呢 小孩不能臭美 这让她自己决定 你自己决定 上学 出国 工作 谈恋爱 结婚 对 全部都是自己决定的 而且您是有个洋女婿 对吧 对啊 这都不商量 这不商量 就算您再鼓励她 自己做自己决定 但作为传统中国父母 还是希望这些事 我能多少 有点知情权吧 不是 这个更不用参与了 为什么呢 就是我女儿上中学的时候 需要开家长会 他们教导主任在台上说 这个学生家长 你们的孩子 现在都到青春期了 有的同学开始早恋 都回去都提醒自己的孩子 然后我回去就说 你们老师说 让你们在学校不要早恋 我女儿说 恋就是恋 无所谓早 我觉得她说得太对了 对啊 我觉得说得太对了 从此 我再也没有在 镜头前 在话筒前 说过一次早恋这个词 后来我就觉得这就是 就很有主意的一个女儿 在她成长的过程中 反过来 其实她给我带了很多启发 谁能看见我镜头前 吃东西的这些 那么多观众 昨天就吃了一顿多 对对 要么你是美食解锋嘛 我们都退休三四年了 我觉得根本感觉不到 你是一个退休人员 就是咱们俩在那个 原单位二楼有一次 你说我旅行去了 退休旅行 我说又退休 还能像毕业旅行 新婚旅行的呀 去设计一个旅行 而且去哪儿 北极 我说这个退休好美好啊 要给自己一个纪念 这也是一种仪式嘛 我先生六十岁的时候 他给自己一个纪念 我们去了一趟南极 然后两年以后 我也六十岁了 我说我要给自己一个纪念 也去趟北极嘛 然后我女儿 跟我们去了南极 去了北极 就没想到 就这两次 极地之旅改变了它 去南极去北极的时候 我们就是玩啊 一大朋友挺高兴的 然后他更多的时间呢 他是和那些自然想岛 在一起聊天 我这英语也不行 我看着还挺像 都聊什么 天天聊得很热闹 后来有一天呢 那个自然想岛那个队长 就跟我女儿说 说我们现在那个中国游客 越来越多了 但是我没有一个中国的自然想岛 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对我们推荐一下呢 后来想了一下 他说 你觉得我行不行 他就跟队长说 你觉得我行不行 然后这也是我女儿 事后告诉我的 这你当时再都不知道 我说自然想岛是需要 一定的资格的 你就这样能行吗 他说 那当然要一定资格了 还要培训 还要有一些考一些证什么的 他真的一个一个考了 他的那种资历 然后他训练体能 然后他真的成了一个 南极北极的自然岛岛 而且他是第一个中国人 从事这个工作 现在依然在做着这份职业 依然在做这个 后来我想你 这个一年两年新鲜的 今儿过去 可能他就会做别的吧 但这毕竟是有危险的 对 而且他一到极力去 我就要承受什么的 就失联 对 没信号 他现在已经三年多了 去了几十次南极北极 我彻底爱上这个工作了 彻底爱上了 有照片吗 看看 我特别爱看他这个工作的 那个镜头 太棒了 带着这种装备 尤其是女孩那种形象 特别的有魅力 我觉得 后来我女儿做这个工作以后 又去了一次北极 我这次是当了她的游客 我是看我女儿在北极是怎么工作的 她给您当祥导了 对 她这个祥导不仅仅是说给你介绍 她要给你就是做很多实际的工作 她是在掌舵的 开船的 开那个小橡皮艇 所以你们做的是你女儿开的船 对啊 但那您肯定感觉到了 女儿那种力量感 成长 那时候我觉得真是 她比我有力量 比方说她语言的力量 她对自然那种熟悉 她救险 那种生存能力 其实我看到她在这种环境下工作 我就想 她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 有我和没我 她都可以 然后这时候我觉得真好 我现在心里的声音就是 我也要做这样的妈妈 有的时候呢我也想 我也要认识自己 作为妈妈的这个角色 得学习给现在的孩子当妈妈 我记得那个育育孩子的时候 买了好多育儿书啊 对 是 然后就想 我要这样带一个小婴儿 这样她要上幼儿园 但我觉得养孩子过程 我们一边学习 我们自己一边也成长了好多 你孩子还小 所以你会用养这个词 我已经不用这种词了 就是孩子慢慢长大 你还是要和她相处 我甚至在我妈妈身上 我也体会到 其实我妈妈也是在学习当妈妈 你想想 我姐姐都已经当了姥姥了 那我妈妈不是在学习 她和她的女儿相处吗 都是在学习 然后我就觉得当妈妈这件事 也没有退休 也没有毕业 只要有妈妈这个身份 就要学习 我跟我女儿说 你18岁你就自立独立了 妈妈就可以 那你操心的事更多 就算是你不管 你也会心里头很想知道吧 如果您是一个覆盖型的妈妈 你现在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也生活 退休之后生活也 不是现在的生活 你会贴着她 拽着她 我女儿有一次跟我聊天 她就说她的闺蜜 她的闺蜜 那个家里的关系是什么样子呢 父亲母亲 特别的亲密 亲密到有的时候就是 孩子你去那边吧 然后爸妈在一起 这是一种关系 然后三个人的关系呢 就是像这个同心缘 我说那你觉得呢 你觉得咱们家的关系呢 她说咱们家的关系 三个人 各是一个缘 然后有交叉 交叉这个部分 是我们在一起的 不交叉的部分 是我们每个人 有自己的空间 那这种关系呢 就是我们很舒服的一种关系 您生她的时候是多大年纪 三十一啊 有时候女儿会把妈妈 生自己那个年龄 当成一个参照 是这样吗 当时候她 没到三十岁的时候 谈起这个话题的时候 你不也三十一岁才生我吧 我说那好吧 我等着三十一 然后她现在过三十一 都不再提这个了 现在三十多了 你还是你好妈妈 还不是你好姥姥 对吧 这事你介意吗 这事我有点介意 有点着急 我有点介意 您可以想象 七大姑八大姨 轮番的 我女儿说 我都能想到我回来以后 我姥姥会跟我谈几次话 第一次是在 大家一起吃饭的饭桌上 第二次是单独跟我谈 第三次是我快要走的时候 还要跟我谈呢 然后我说 你也知道这个老人的心 你一笑就好了 还挺乖的 没有反感之类的 我不知道她内心 是不是有一种不接受 那不表现出来 还挺懂事的 对 就是我俩现在都已经是大人 我不会用那样一种方式跟她说 但是我也会把利弊 跟她分析分析好 分析完了以后 那还是你自己决定 您觉得您和您妈妈之间的关系 跟您和您女儿之间关系比 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我妈妈可能对我的那个 比较强势的要求更多一点 我妈妈跟我们说话 是经常用起始句的 你要怎样 你应该怎样 你不能怎样 我都人到中年了 我回家的时候 我妈还在管我呢 比方我对着镜子弄的头 我妈说 你不应该这种发型 你应该把额头露出来 她是习惯这样交流的 我跟我女儿说话 就比较少用这种起始句 我跟我女儿更多的平视吧 可是很容易就学会 就是说下意识 就按照自己妈对自己的方式 我是有意识地提醒自己 不要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就把信中信这种方式呢 我就先写一封信是给我弟弟的孩子 其实这个时候我也在斟酌他们什么样的目光 我给你讲的是你爸爸的故事 是跟你相关的 我想如果他能够感兴趣的话 他同龄的读者也会感兴趣的 往往是这样的 我发给他以后然后就把他看哭了 其实我也是流着泪血的 或者是我给他发给以后又把他看笑了 那那地方也一定是我笑着去的 就这里有一种家人之间的会议 你觉得为什么需要这些小孩将来知道 太姥姥太爷爷是什么样的人 对他们来讲意味着什么 他得知道他从哪来的 我们亲历者如果不告诉他的话 谁告诉他呢 我觉得如果他不知道的话 那就是我该做的事没做到 我觉得这是妈妈该告诉孩子的 就是我们是从哪走过来的 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这个血脉 精神的DNA 然后这个家族的来路 如果他不知道的话 我觉得他未来的生命 就是缺一个参照 这个参照可以保护他吗 可以让他更清醒 其实让我们家的孙辈们 另外一种角度看 姥姥 姥爷 爷爷 奶奶 你现在看他那么衰老 然后看完了以后 他们也有那样的活泼的生命 有那样的青春 然后咱们再看那个 爷爷 奶奶 姥姥 有时候是有敬意的 比如说那个 我爸爸 我爸爸有一天问我 他说你叫啥 这是我怎么能够接受呢 很难接受 就这些体验我都告诉女儿 不要让她知道 你得接受 曾经有力量的爸爸妈妈 会变得没有力量 对您来讲这本书里面 永远挥之不去的 给我们读一小段吧 我读一下这个吧 这是我给读者写的一段写的 我要决定写这封信的时候 我首先在家里找信纸 然后好不容易找到了纸 然后我要等到 家里没有人的时候 静下来 还在灯下 写这封信 然后再写几遍 写了好多遍 就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就想 就我们家的这些信 白纸黑字这些信留下来 就多难得 是吗 我读一下我给读者的这封信 亲爱的读者 也许您是和我父母 同时代的前辈 也许您我是同龄人 也许您和我的女儿 同时80后 屏幕内外 咱们早就认识 而在信中交谈 还是新的感觉呢 我小时候就发现 家里 床下木箱里 放着妈妈爸爸的信 四个子女在长大 家信也越来越多 父母开始怀旧了 整理了1700封信 我开始怀旧时 细读了这些信 听说80后 竟也开始怀旧了 一代又一代 以怎样的目光 看着68年间的信呢 怀旧是一种真事 是一种不愿意忘却的态度 在网络覆盖的世间 那油桶的绿色记忆犹在 那些手写的 贴油票的 穿过千山万水 能留下的信 郁家底丸金 我更看重的是 一家的信 不仅是一家的故事 我愿意读着一起 在字里行间回望 回望连接着昨天 今天和明天 我期待读者 会议的眼神 谢谢 谢谢 整个的采访 我感触都特别深 很多的瞬间 都让我觉得难忘 他说到他老爷 在生活那么艰苦的条件下 打一车草回来 会跟孩子们说 车上有花 不是说车上有玉米 有红薯 满足你温饱的 而是一个精神层面的 一种情趣 可以想象 他当时的家 肯定是破破的 但是鲜花布满了角落 生活就变得彩色了 还有一个感受 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要把 我们家里的历史 非常重视地传递 给我们的孩子 他的这本书 是把自己的家族的历史 讲给自己的下一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不知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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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挺不好说的 挺难说的 大家同事之间都能够很清楚地记住名字 然后对于一个有血缘关系的 居然可能连名字都叫不出来 还是觉得挺意外的 今天之后我觉得以后 我肯定会告诉我孩子 关于爷爷奶外外外婆的事情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等一下 这个关于鲜与点栏目 不要卖萌吗 全世界最漂亮的女生是谁 妈妈 妈妈又不在这儿呢 妈妈 你不知道我孩子有时候胖出一个我自己 生孩子那天168只 加一倍 对对对 把儿子培养成男朋友的样子 理想的 可是将来要去追别的女孩了 对 我想会哭吧 在路边 但你妈妈没有分享这种喜悦 一切的旅行 然后去海边 所有都没有她 所有都觉得还没来及笑顺她 没有来得及 就什么都不